你看到的这一片我讲过 面积差不多200公尺 这属于活盆地 其实活盆地是跟它的土壤有很大的关系 我刚刚讲过活盆地属于沼泽区 沼泽区就是一地有水 目前它的水在土里面 这个活盆地的土壤 它属于有机土缸 它有多种元素跟矿物质 而且这个土壤 草泥探土也可以做面膜 日本有草泥探土面膜 而且你家里要是有养动物什么的 它里面有抗生素 加在飼料给动物吃 还有喜欢种花的培养土里面也有汤 你要是有那个酒 喜欢喝酒的人的话 你可以来这里买一块地 把酒埋在里面 一年几年以后出来 那个酒非常的好喝 非常的好喝 那个威士忌有没有 威士忌国家 它的酒就是 它的酒会在泥探土里面出土 一瓶就要上万块以上了 从万起跳了 一瓶都从万起跳了 而且这草泥探土 请问一下水深六十米 几层高楼到下高 水深六十米 体购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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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的 2004000 谢谢大家